我看在這字體 如果兩個函數的圖形 能夠透過四單的拼音旋轉以及對稱 或是這些組合 而造成圖形完全重疊在一起 好不好 那我可以說這兩個函數叫全等 那我問你選出這五組函數當中 好不好 有拿幾組會全等這樣行不行 換句話說有拿幾組的圖形 它可以透過平移旋轉或是對稱的現象 而造成圖形會重疊在一起 這樣可不可以 那你觀察一下這個會不會 這一個S平方這S4次 S平方畫出來確確實實是個跑五線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Y的S平方畫出來是一個跑五線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S44番呢 S44番圖形 它畫出來是類似是跑五線 但是聽好 它這整個圖形的寬度 和平方會一樣嗎 不會 然後它整個圖形的寬度 和平方不會一樣 對吧 那S44番和S平方圖形比較 它們圖形都會交易多少 E1 和多少 負以1 在比1小這一塊 S平方 X40番 散升速度會比較慢 知道嗎 因為比1小的時候 越乘其實會怎樣 越小 所以乘越多其實是越小 但是超過1的時候 越乘才會怎樣 越大 這圖形才會急速散升 所以說這兩圖形 它圖形的凹口完全不一樣 對吧 所以說這兩圖形 並不會重疊 那你看一下 這兩都是跑五線 而且都是二四的跑五線 而且這個配出來是S加五 而幾次 兩次 所以說前面S平方 係數一不一樣 一樣 所以說這兩跑五線 凹口會一樣 它們就改變什麼點 頂點坐標不一樣 所以說這兩圖形 確實會重疊在一起 這樣行不行 好 再看一下 這兩個 是指數圖形 這樣行不行 好 行中y等於三的S四方 畫出來是這樣子 那這 y等於三分之一S四方 畫出來是這樣子 一個往上畫 一個往下畫 對吧 圖形會對稱於什麼軸 y軸 所以說圖形會透過對稱一樣 好 圖形會完全重疊 這樣行不行 行好 你來看這邊 這邊一個什麼 一個指數 一個跑五線 你觀察一下 當然這一看就知道 這兩圖形一定不一樣 好不好 一定不能重疊 但是老師還是畫一下好了 跑五線 y等於S四方 好不好 跑五線是這樣畫 行不行 老師大概大號 畫出來是一個跑五線 今天 y等於二的S四方 指數圖形 畫出來是這樣子 對吧 超過的時候 它突然之間會怎樣 加速上升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兩圖形一定不會重疊 來 麻煩是這個東西 來老師把題目寫完整一點 來看一下這兩圖形會不會重疊在一起 OK 我們寫一下好不好 其實這個圖形老師把它寫成 y等於二的S四方 好不好 我把這個圖形改寫一下 好不好 我先把它寫成y 等於1減掉16乘3 2幾次 S四 你看一下 我先把E過來變y-1 好不好 變負的 什麼叫16 16是2幾次 四次 相乘次數 加 加 是不是就好了 好不好 欸 寫不寫負號 不寫完 把負號加 兩邊同層負的好不好 變負的A-1 A-2的A可以加4 所以說起到這邊 你比較一下這兩個圖形 有什麼差別 你比較一下這兩個四字 你看一下 對A軸而言 它往左以幾個 四個 對Y軸而言 它圖形可以往上以幾個 四個 Y軸這邊是有加2負號 代表圖形會對稱於什麼軸 A軸 對吧 所以說這兩圖形 可以透過平移 和對稱 而一樣 而重疊在一起 對吧 所以告訴我 好不好 答案選起 選B C E這三個 這樣各位 可以把這邊看一下